请收看 维新世界 青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东八卦 离为佛 火山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滴雨 雷水险 雷风恩 地风生 水风静 这风打过这雷碎 我的意思是 你看这风打下 雷桀就刻骨熱汁了 往后放 干什么 RD 虽然 Unlik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 我们今天在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 在现在是我们大专属期 精进班第21届的学生上课日 今天有非常多的辅导员回来帮忙 我们这些学长学姐 传承了我们以往的精神 一起带孩子们再往未来的路上 在大专班的生活能够更加顺畅 今天非常高兴 我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万年总招 就是我们的玉宝师兄 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我是六届的师兄 大专班六届 2006年来念大专班 那今年已经2023年了 所以我已经回来 当然是17年的资历在带大专班 所以非常的资深 那会提到说 我们的玉宝师兄是万年总招 其实他也非常发心 从第六届对不对 之后每一年 之后每一年 我只有17届那一年 因为移到易近风文学院上面去办 所以我没有去办 其他大概我都有回来帮忙带 不管是大专班或者是 因为大专班一直跟大专班法会密切的结合的 所以我一直都有回来 就是不管如果没有带大专班 那就是回来办法会 所以一直都有跟大专班有非常紧密的接触 跟他们熟悉这样子 对 而且在今年大专班的特色 刚刚你有提到说 已经来上课的孩子已经到了第二代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们都老了吗 应该说我刚初高三毕业就来念大专班 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回来17、18年了 所以其实今年已经有 就是因为大安寺其实在几年前 大概十几届左右 也有带儿童学义金 所以其实今年已经有 有儿艺当初第一届的学员 小朋友 对小朋友跑来念大专班 然后还来的时候就说 啊我记得你 我就啊什么记得我吗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是儿艺的哥哥 然后我就说我姓中OS是 不是叔叔吗 惨来我已经变叔叔了 然后还有就是也有我们第一届的师兄 已经女儿来念大专班 甚至有我们就是同届我六届的同修 也已经有儿子来念大专班了 哇 所以已经是那个我后来发现 天啊我已经跟他们差十几岁了 对 已经传承到第二代 大家一起来大专班接法了 就像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原德法师原道法师 大概十届以前是对儿子女了 对然后到十届以后大概到二十届 是孙子孙女 然后我就说 我以前是带大家的兄弟姐妹 对 就是大家结业之后回到家里头 就是玉宝 我熟我熟 我知道我们都被带过 到现在就是 爸妈那个玉宝在带我们 我说好惨喔 我会不会以后是这种状态 你已经进阶到成为叔叔的阶段了 而且呢 其实在每一次遇到我们的玉宝师兄 都会很关心说 玉宝啊 你的姻缘 你的证缘找到了没 但是我都告诉 因为我妈妈也是讲师 然后我也告诉法师说 讲师 我也跟妈妈讲说或者是法师 法师我的命卦就是折祸隔 就是七彩服藏 这个很难强求啊 那我上海开完以后 我就跟老祖师孙大概是同一个命卦 因为三二六法 对 所以我就说 然后再加上师父其实有一次 就是爸爸过世 所以其实师父有到高雄帮爸爸看风水 所以其实那时候爸爸 那时候师父就有跟我们讲说 就是爸爸的风水是OK 然后就转头突然问了我 那你的命卦是什么 说折祸隔 然后师父就默默看着我一眼就说 留在中门里面好好改革啊 然后我就好是师父 所以大概就是也是我一个部分跟 中门缘分那么深 甚至是个答案是缘分那么深的一个因素在 我相信也是这样 那再加上就是 其实我有四个姐姐 哇 我有四个姐姐 那其实只有我进入中门 那透过妈妈的关系来念 那其实那时候我的出生是 妈妈去求玄仙上帝 然后其实妈妈常讲说就是 我其实是玄仙上帝投胎过来 那其实你也知道我们王山道的师尊 跟玄仙上帝其实非常的迷迹 对 对所以我想说这可能也是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我可能跟中门缘分那么深的原因之一 除了刚刚提到就是原则法师 或者是原俊法师的因素 所以我在想说可能也是我跟 这个中门缘分那么深的关系 对 而且我也很感动的是 每年玉宝师兄 无论是在大专属席经济班 这一个月都非常发心帮忙之外 还有当然是很多一些法务工作 如果真的太难解决的问题 都会请他做协助 我也想要问玉宝 为什么在这段期间你是接受到怎样的任务 所以在每一年会特别回来帮忙 应该说我一直觉得每年 因为大专班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素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辅导员一直都是去年的学员 回来当辅导员 那还再加上每年新的学员加入之后 组成一个大专班的一个组成的成员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因为人的不一样 所以会不能说每年的挑战反而也会不一样 甚至其实像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后来在联发科里面工作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interview台经教程的硕士生 那其实会发现现在小孩子的转变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会有些时候会想到大专班的一个举办的宗旨 就是养贤蓄财 我一直都会觉得说原德法师原道法师教给我们 就是大专班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养贤蓄财 那我相信这种中文也是为了整个社会 来传承一经风水这一块 让大家其实可以过得更平安 所以一直觉得说其实在这个方面 把一经风水种在每一个 有来参加大专班的学员心中一个种子 让他们学习到一经风水这件事情 让他们以后人生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可以有一个方式去突破 反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有助理的 我反而觉得说这是一个 对他们才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而不是局限于就是说 现在的工作很难找 或者是说被生活所逼等等 反而他们有一个出路 甚至有一个信仰 去解决他们自己人生的问题 在大专班早期的时候 是原德法师原道法师亲自来带我们 那之后的几届还会有原道法师 原俊法师等等一起带着我们成长 那时候原俊法师跟玉宝 你有很深的合作的关系 对 因为我们大概 因为原俊法师那时候也是受师父指派 就是来这边 来大恩师这边当注重 然后就是带大专生 所以其实大概从七届 左右我们一路带到十五届 那所以其实那时候 因为其实原俊法师已经过往了 那其实那时候我去看望他的时候 其实他在床上 在病床上面 他依旧 他看到我第一句话 就是刚刚提到就是 玉宝啊 不要再挑了 然后我就 蛤 什么 不要再挑了 赶快交女朋友 原俊法师也在担心你 对 那他第二句话其实就是 就交代我说 玉宝啊 那个大专生 法师以后可能没办法带 那因为他后期其实已经截职了 对 他就跟我说 他可能也没办法带 他就说 希望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大专生 所以我其实也后来觉得说 因为跟他其实 跟法师其实 因为我们在这边生活在一块 一个月的时间 不然说我们用那么多年 一直共识 不管是大专班甚至是技组 因为我们之前大专班 其实还有技组表演活动 不然说我们大概从以前 大概九月份 开始练技组的活动啊那些 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 有在联络 不然说以前我们在大专班 我们其实办完之后 我们每个月 都还会抽一个礼拜的时间 回来到这边 然后重新练习找课 对 然后再继续学习 《易经风水心法》 也是有圆菌法师带我们 甚至是圆德法师亲自 撥控下来 帮我们上课 所以其实我们这中间的 关系是非常的紧密 所以也变成说就是 让他告诉我说 希望我好好照顾大专班的时候 我也觉得那是我可能 我其中的一个使命 甚至是在中门里面 可能我觉得 那也是我可以 发挥所长的地方 圆菌法师也希望 我们年轻学子呢 参加完大专班之后 不一定是能够一直津津下去 也没有关系 但是在心里面 可以种下这个种子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大专生嘛 其实因为还没有出社会 那唯一能遇到的问题 叫不感情问题 对 或者甚至说就是 念在外地念书找房子 甚至说找打工 找实习 那些东西 其实到后来都是 甚至还有我们其实 其实后来其实也有遭受 就是大概16岁 就高二甚至高三的学员进来 那其实他们唯一就是 我大学该怎么填志愿 甚至我也遇到我们大专生 结业之后 那他们要考公务员 甚至研究所 然后都是就回来说 我靠着诵经 靠着摆祈福相案 然后开始沾掛 看哪一间学校我可以 就很顺利的陆续 然后真的他就说 这样子可以比较不用花报名费 花冤枉奖 真的 对所以后来 其实我后来都觉得说 对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 非常应用在他们生活上面 甚至我可能在 仙佛式水路法 或者是有些时候 去些道场商反的时候 其实有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有些大专业他们结业之后 继续在成人班里面上课 继续精进 继续学易静风水训法 然后后来其实我也问他们说 其实那一个月 其实我们这样的生活 下来之后 你怎么还会对易静风水有兴趣 对 他们说其实易静这件事情 一直不断是我们 要沾挂去做验证 但是他们会发现说 其实我这样一个挂一个挂 开始慢慢沾出来的时候 慢慢验证 他真的非常的神准 甚至有些人还告诉我说 我沾完挂之后 我还再搭配拌杯 再去跟拉住拌杯 说这样子 是不是我解挂的方向是正确的 来达到他们心里头 我真的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可以去圆满的完成 甚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完成 让他们的人生路更顺遂 我相信这些都是 能够帮助大关生 就是在他们将来的 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 我常常也跟他们开玩笑就是说 我们人生劳基法嘛 六十五岁退休 对 可是我们现在大概 因为我在连发科工作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 诶 订到硕士 甚至男生 当兵二十五岁 所以我常看到说 诶 其实你们工作就要四十年了 对 可是工作四十年 做得到你的 你这重生会结婚生子 你会有不同的选择 你会有人生不同的方向 必须要去走 甚至今天想到来 甚至我们最care的就是 人生的另一半 对 甚至另一半 你怎么选择 命挂怎么看 这些东西其实都 会再再影响到 你跟人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他们给我反馈就是 诶 其实他们在一星风水这一块上面 他们一直觉得说 对他们来讲 人生是有帮助的 甚至往一个好的方向走 人生更顺遂 甚至家庭更平安和乐 对 甚至我也常常遇到就是 在这边的大专生 都没有参加过法会 但是在大专生参加过法会 我知道法会是怎样 一回事之后 他们又在隔天 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水路大法会 当着义工 我觉得也很开心 甚至爸爸妈妈还跟我说 我的小孩以前都不跟着我去 参加中门活动 不然就说 爸妈你今天又去哪里了 对 爸爸妈妈就说 我去仙佛寺啊 拜拜啊干嘛的 去那个要干嘛很无聊 但是后来回来就是 到了就是 联合完大专班回去之后 欸 家长时间更有话聊 聊卦啊 聊中门啊 甚至跟着爸爸妈妈去帮忙发会 甚至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进出道场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 帮助家庭更和谐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我就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甚至有几年我们这样带完大专班的时候 有些就是 因为现在小朋友比较窄嘛 所以就是在家里头就是 欸 在床上打着电动啊 或者是干嘛 对 那 那 家长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一整天在家里头打电动 对 那就觉得你这样不行 送来大专班 我们就 啊 大专班 就跟我们讲说 欸 小朋友在家里头 就是都这样都怎样 就是说打电动干嘛 我说 哦 好 没关系啊 来这边反正就团体生火嘛 对 那 我们就每天早课啊 六点半早课 然后每个人一开始就 啊 明楼难舍 然后到后来 一开始的不适应 对 一开始的不适应 到后来就是 回去之后 有一些学生还跟我说 玉宝 怎么办 我说 怎么了 我说 我回到家两个礼拜 我还是维持五点多就起床 怎么办 这是很棒的习惯 对 然后 大概过两个月之后就跟我说 玉宝 不行 我已经被大学生火淹没了 我已经回到九点多四年 再起床 然后等到再隔年回来 当副老师说 怎样 是不是开始体会前学的时候 对 突然间学的 我那两个月到底怎么过的啊 对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其实在大串班的整个训练上面 对于我 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可以帮助他们 更融入家庭 甚至爸爸妈妈 影响小孩子之后回到家 其实有一年就是家长 就打电话说 非常感谢你们 怎么了 我的小孩回到家会洗碗 会洗衣服了 然后帮忙做家 会说 爸妈 你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吗 因为在这边我们就是 他们生活就是要制点 对 要自己洗碗盘 自己洗衣服等等这些 甚至团体生活这样子 然后他们开始慢慢 更觉得说 其实透过大串班的办理方面 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说 这边就是寺庙 那其实大串班的办理一直都是 功德主捐献 甚至包含是说大辽师兄姐 因为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要想一件事情 你们在大安讲堂里有的冷气吹 可是大辽师兄 他们在大辽那边 是完全没有任何冷气 但他们愿意早上四五点起来 煮饭煮早餐 甚至中午 我看他们都永远流着汗 对 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讲说 你们经过大辽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跟大辽师兄姐说 谢谢师兄次杰 非常辛苦的煮饭给我们 要感恩 要感恩 所以其实后来会发现 家长会发现说 小孩子回去的转变 其实是很大的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看到小朋友 有一些改变 对我们来讲 是觉得欣慰这样子 对 甚至法师都觉得说 孩子突然在这边长大一个 一个月就突然瞬间长大好 他也觉得很开心 真的 对 那在年轻学子 在求学的路上 还有工作的路上 希望维新圣教 是支持他们的力量 来 无论是在未来遇到怎样的困难 都还能够记得回到大恩寺 来询问我们的法师讲师 尤其玉宝 你自己有最明显的正道案例 你工作上面 对不对 可以讲吗 可以啊 因为我本来在友达集团 就是 其实 友达集团下面有很多职工的事 那我在一家 IC Design House 是瑞顶 对 那其实那时候 我们股票大概也是 就是八九十块 但是在我离开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飙到六七百块 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 我去联 我后来去投理去到联发科 因为本来那时候想说 反正丢个联发科 就想说 赚个面试经验就好 因为毕竟大公司的面试流程 本身就不一样 对 所以就想说 那就面试看看 就是体会一下那个面试流程 结果后来没多久 我就说 那个人质就打电话 我说 那个你的阿佛晚一点会寄给你 我说 上了吗 他说对 这么突然 对 我就说好 那 我考虑一下 你考虑你有七天的时间 可以考虑 我就好 那就看到那个阿佛上面的薪水 我们必须要讲就是 大家普遍大家就知道说 研发科其实硕士毕业 就是大碗块起薪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基本上账面上的薪水 当然就更多 所以那时候 但是那时候 唯一考量的问题就是 去会不会很差 毕竟是 研发科是一个 Global的公司 毕竟不同 如果像 印度 美国 等等欧洲都会 也担心他无法升任 对 无法升任 也会觉得说 SX上面是不是变成是 半责任制的状态 然后 那个 父母摇动 对 然后我就 七彩摇很光 所以赚很多钱 然后 父母摇动 惨了 就是 就是好像分分牢牢会很多 对 然后就说 然后我就想说 那到底要不要去 后来就想说 他就回答案是半贝 然后 那时候也是问了原德法师 然后他说 连法科 就去半贝就好了 我就 法师想说 没有那么简单吧 看挂起来 好像很操劳的感觉 对 然后 然后兄弟又回头客 对 然后想说 那这样子应该就是 可能 同事关系之间 可能 也没有那么好 这样子 然后想说 不然问老主好了 然后就问一问之后 然后我就说 去啦 然后我就 可是好像会很累 然后老主说 去啦 那个 之后还会有些变化 后来真的 就是我到 联发科之后 其实我们本来有个老板 对 然后后来就是在 公家工作 在他的指导下面 真的就是 因为会 我们 联发科讲究KPI 对 所以其实整个 进度schedule的压 其实都会非常的 压力很大 对 非常紧迫 结果真的就是大概到 一年半左右之后 他突然被调去别的部门 然后换我的同事 上来当我的主管 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同事 其实我们合作过很多project 我们其实 这当中其实都非常的 紧密的close的合作 所以相关于他也说 他信任我的技术 所以相关于他 后来一年半之后 就真的就是比较顺 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这是为什么我今年 其实还可以回来 带大专班的原因 所以说 其实老主都有在安排 甚至挂役上面都会说 其实就辛苦的一两年 其实就比较还好 所以就觉得 其实挂上面跟 宝贝问老主 其实对我来讲 都是真的印证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是很好的走向 虽然只是中间有辛苦的几年 但是其实那些辛苦 都是值得的 这样子 而且辛苦的那两年 刚好是因为我们的疫情 大专班 刚好没有办法举办 对 没有错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觉得 非常的压力 想说 怎么大专班停办之后 刚好去工作之后 然后刚好 刚好结束之后 又是今年又开始办大专班 所以我就说 老主都算得好好的 甚至连 因为我其实本身 又有协助记组的厂控 所以其实也是后来就说 欸对啊 那两年也是 就是我可以专心的工作 我也不用忙记组 到后来 接下来明年记者 要举办 想说 欸我工作好像一年顺下了 但是大专班记组 又要继续举办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后来都觉得说 老主其实就安排得好好的 不会让你太操劳 对 然后我也是 我自己本身也抱持了 就是说 其实我能做就做 就像师傅讲说 人要做的是 那不是 对 我后来就说 能做就做 就这样子 其实也是觉得说 人生嘛 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挑战 去面对 去成长 我也觉得说 对我自己本身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对 从大一开始看 看到现在 我们都结婚生子了 我们都还等不到你的消息 大家都为你很紧张 师傅说明年就会有了 真的吗 那我们就期待咯 各位观众朋友 这样子会让我的女儿 都可以当伴娘了 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我带着大专班设计好多 像其实大专班 云队在班 其实这陆陆续续也有 就是八届的 甚至十四届 十三届 像认识结婚 甚至不同届别结婚之后 回来 带着小孩子回来 我还记得有一次 法师就跟我说 像像像 耀廷 找我帮回来 那家去做美人 有点欢喜 然后法师就说 我要做美人婆 对 然后还这样去 就是法师姐都觉得很开心 甚至另外一个学员 他还是我来找法师哲的 我说 我也是在这碰到的 有 我组合好姻缘 对 然后法师也就说 像这样也去结婚 来找我择日 法师也很开心 他一直觉得说 其实我们这样大专生认识 其实创造更多的维新家庭 甚至更多维新宝宝 对 这真的是维新宝宝 对 所以我一直都说 其实大家在这边认识 有一个好的姻缘 也没有不好 对 甚至其实可以找到 人生另外的伴侣也是更好 这样子 对 我们在人生的另外一半 有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语言 在家庭的生活上 是能够更加的顺利 那有想要请玉宝 在这一集节目当中 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节目 都有邀请你一起来上节目 但是时空音乐都不一样了 到了今年开始 算是新的里程碑 大专班又开始重新办理 那你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话 来跟大家说 其实因为我本身自己在联发科里面 也算是半主管 就是小主管 那所以其实我也刚才提到说 有interview一些 我们台青教程的硕士生 甚至有面试到一个博士生 那其实会发现到 我们现在台湾的大学生 甚至硕士生 他们对他们 即使念完这样的科系之后 他们还是对人生是迷惘的 他们就像我常常问说 那你的硕士论文跟你 这个科系是你想要念的吗 他们常常讲说 其实就只是求个毕业而已 可是我常常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这些台经教程学 已经在台湾是非常顶尖的人员了 甚至是一个成年人 他反而对他自己的人生上面 工作该找什么样的方向 或者甚至说 人生该找什么样的方向走 反而是非常迷惑的 那我一直觉得说 这样对于台湾整个 就是高科技产业的人才 其实我们整个是担忧的 我们非常担忧 所以我们也一直觉得说 这样的学生面试进来 虽然我们只是看着 就是真的学历好 当然相对来讲 他们的基础能力 也会比较好 什么样做 可是相对来讲 我们要花非常多的心力 在圈领上面 在训练他们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带大段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可以透过你的命挂去看到 就是说 OK 你其实这个人 适合往什么方向走 不管是子孙咬动就适合技术 父母咬动就适合考试等等这些 甚至公务员等等这些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如果真的就是你 大学生你还对未来的方向 还没有很确定 甚至是高三高毕业 你真的不知道该 往什么样的科系走的时候 其实我会建议来念念大专班 去了解你的命挂 来了解你适合人生的走向是什么 去选择你适合你的科系 甚至学完之后 你甚至可以张挂说 其实我到这个地方去念书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能够很顺利的毕业 甚至非常 甚至能够学到专场的部分 来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多 而不是人生彷徨 因为我们也常常遇到 因为其实我们联发科另外一批是 约聘的人员 我们能力约聘这一块 那其实我也常常跟这些人 就是因为也是我必须要去 带领他们技术部分 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聊 他们也是就是 其实从毕业之后到 就是开始找工作 他们反而对人生上面就是 真的不知道该做 所以就先来做这份工作 不管是接电话 或者做一些基础基础的 除错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都会变成说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 可是他们已经2728岁了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他们其实在那个时间 已经太晚了 反而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更好的 更早 去知道说自己人生走向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说 就像现在大多人生 有些真的就是高三纲毕业进来 真的也是在问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人生方向 我常常说不用着急 就是先看看你的命挂 我说你如果真的急 那找法师 那法师会帮你解惑 看你的方向 看你的方向走 去找到适合你的专场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推荐大家其实家里头 真的有小朋友 真的将来不知道做什么 或者说人生真的非常迷惘 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 甚至说实在话 就是在这里有待业 就是因为毕竟大家就是 还不知道做什么才待业 那我会觉得说 大家一起来学应应风水 来了解自己人生的走向 该往什么方向走 甚至有些机会 其实或许还念一念 就知道说 有些机会 其实是可以有发展的机会 是今天很高兴 希望你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万年总招 一包 一包师兄 谢谢 谢谢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青年一点通 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